好那我們我認為我認為 那個白鬼老闆突然把權力放給我 我有點緊張 白鬼都不怕你們怕什么 好啦這一發會了 我們海底捞月啊劇本寫好了 海底捞月一發中 那個 那個我請求摳啊 白鬼老闆在嗎 好我們換玉藻 其實我覺得說 像剛剛丁在點他第一次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人都會點說 就是可能你只有一兩次機會就直接上 我覺得這方法很不好 這個就是在賭運氣 因為你們沒有任何失敗率可以墊的情況下 你們就要直上 其實這是不好的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沒有辦法支援那麼多 所以你必須要找方法去點 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你必須要累積 你如果可以累積一次點的話 會對你們成功率會比較好 你這隻身上沒有賺 重複二 對 對重複二 我這隻這樣子你 你應該不夠量去抓吧 所以就 就示範看看 這樣才有挑戰的成分在 可是如果你這個運氣重的話 我會極度沒面子 你本來就應該學習啊 這就是為什麼你提真 那麼多事情都沒中原意 從失敗中學習 最近白鬼老闆對我愛之稱責之切啊 不論在各方面都對我尊尊教誨 從什麼地方 從遊戲的機率學 從感情的感情教學 他各方面都對我循循善用 而且他的做法是 因為以前他都告訴我方法 他都告訴我結果 他現在都是直接讓我去失敗 他讓我嘗試失敗 看能不能從失敗中學習起來 你錢已經在手了 你就不可以去點了 因為你娃娃太少了 沒有紅 不要想說你 你可以去抽 這時候就不要抽 這時候用做的機率會高了一點 做特殊英雄 但是也不一定 因為你可能會遇到卡台 剛剛就卡超重的 電失敗率嗎 我跟你講 Jason 你問了一個 非常愚蠢的問題 給我TJ的人 他不會有東西讓我電 那些給我TJ的人 他就只有一張TJ捲 你要我怎麼電 電不了啊 我的帳號都拿去電了 那個電是你本身帳號裡面 要有除鑽 或是你要夠多的卡才去電 他那些給我TJ的人就只有TJ 就只有TJ讓我去電 那根本沒辦法電 那個是電不了 TJ不能電 TJ只能直上了 電不了 除非你今天是拿到課長帳號 他願意除鑽給你電 你要再做 太少了 你要做傳說 太少了 做這箱對便宜 做這箱拼大的 沒有啊 我現在在從失敗中學習啊 今天老闆就是來讓我 嘗試失敗的啊 我跟你講 他真的關心我 不然不會有人拿200萬鑽 讓你去失敗 這是錢耶 200萬鑽再怎麼講台幣都有 14050萬台 誰會沒事拿140萬台讓一個人去失敗 如果他不想幫你的話 他自己抽就好啦 懂嗎 今天他是真的想要讓我去學習 如何失敗 然後老闆現在冥想 他要進入冥想模式了 可是我們 看一下白鬼老闆的冥想 他想要抓那個timing 點了 這個男人太狠了 他真的點了 他如果真的中金了 沒有沒中 歐極王 歐極王有嗎 歐極王看一下 有 可以再拼 可是你現在卡不夠 對嗎 你剛紅卡好像開了嗎 紅卡好像沒有開了 這樣不夠 也是不夠 一張而已 我看一下你紅卡的 就算夠 你現在拼也是在讀運氣 好 我們換下一隻 0 這一隻就是可以讓你表演了 因為他有190萬 我剛剛是180 他現在190 我們一人其實差不多 一人180190去拼 拼金 中了 神秘紫娃卡中了 聊天室先一波6吧 這個0.5% 0.5% 我們認為不可能成功的卡 成功了 剛剛開始花錢之前是190萬 我們看一下 等一下身上剩多少 理論上是賺的 因為我們講過 平均一張紫便的期望值是 用抽加盒大概是120萬賺上下 拼製作是60到80萬 會省一點點 期望值 這是以白鬼老闆的製作的概率 那我們看娃娃 因為娃娃我不知道 他之前是跟我說 神秘變身卡 看一下現在 各位 144萬9900賺 原本是190萬賺 所以他大概花了50萬賺 50萬賺拼出一張紫娃卡 這個超賺 因為變身一張紫便大概期望值是 100到120萬賺上下 他這個只花一半不到的 這時候你就知道台子沒有鎖 你就可以繼續做 老闆說這時候他覺得台子沒有鎖 可以繼續拼 打開來有可能金色 神秘娃娃卡傳說就是紫跟金 不過他的金色真的機率很長 真的是2%而已 我記得是2% 這個很少在做 哎呦 其實這樣整體來說是賺的 你這樣花 100多萬中兩張哎 哇好爽哦 老闆士是不是要一波6了 又一張 50萬 所以 140萬兩指 我似乎抓到 比較穩定的處這個東西了 18萬 這一發18萬就中了 因為我有調整一些方式 原本68萬50萬 對啊 這一個只卡18萬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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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很多人在等 等哪一個 開W啊 W 對 W 爺爺今天有問我說要不要開你W 我W讓爺爺開就好 其實W今天我有就是想要提升 然後我又丟了200萬賺進去 然後其實還有很多庫存 只是真的沒有時間開的問題 W真的還 哇靠 哇擦 我跟你說會中 真的耶 你的靈感好準哦 對啊 這什麼魔術 敏感度的問題 20萬賺做兩張 不正常吧 拜託 聊天室刷一波金色 老闆要冥想了 刷一波金色 幫老闆集氣一下 試試看 哇 冥想中冥想中 可是我這樣算很少 很少就出 呃你這樣子算是 其實180萬三子娃是機率超低 嗯超低 因為一張子娃我們也抓個120到150 所以你看你做彩虹卡就沒辦法有這個 哎做彩虹卡不可能 幾乎不可能 直接抽到子那個例外 正常情況是不太可能 中三子 好點哦 過了 沒有 哇 快了耶 是不是很想要 那這一隻 現在要看有沒有上層撞到點 課長的點法 哇操 你就這樣上了 不忍了嗎 這是不忍的意思嗎 兩件拼一件 你可以先 兩件都可以點 反正你要數回 四二點五 好 準備了 有機會 有機會 加9 反正是 一波九刷起來 英雄內衣 幹好扯哦 我們這次一堆人點到加9 但是 在我眼前點出加9的 我還真的沒看過 好誇張哦 很難吧 這個 很難 英雄這個 看承動機率多少 10% 10% 這個就是一隻點 點到有為止 一發過嗎 有可能一發中嗎 哇靠 哦 真關拖看到嗎 台服唯一關拖 白鬼丸 這個 我看一段人多點的 要死要活啊 一隻失敗 雖然不會爆啦 但是這個 一發中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直上 這個只要花龍鑽 不是很貴 但是就是關拖 他加5好像是 30%吧 我記得 40更高 40其實蠻高的 你那個內衣跟肩甲 上加9是最難的 過了英雄之後 就 反而比較好點 這樣就沒了 這樣就沒了 等TJ 沒關係 賺了啦 已經賺了 英雄了 這樣賺嗎 這樣賺 你已經上英雄了 今天 KPI算是 飾品TJ有強化了 白鬼肩甲變加6 然後 靈槍 內衣上英雄 玉藻那隻 目前沒有提升 好 那 今天 我們預計的三個賬號 都 拼過金瓦了 雖然都沒有成功啊 但是 也沒關係 等他回國之後 都會再補一次金瓦 感謝各位 讓我們今天直播 先到這裡啦 晚上再見囉 大家晚安啦 掰掰 感謝你們收看